直接给出答案吧,宇宙中最高的温度是普朗克温度,也就是1.4亿亿亿摄氏度。宇宙中最低是逼近绝对零度,也就是逼近零下273.15摄氏度。 因为宇宙曾经达到过最高的普朗克温度,而没有达到过最低的绝对零度。宇宙大爆炸的第一个瞬间的温度,就是普朗克温度。 按照麦克斯维·波尔兹曼分布,我们已经知道温度的本质,就是微观粒子运动程度的体现。 微观粒子运动越剧烈,其在宏观上的表现,就是温度越高。 比如,为什么开水会让你的手感到很烫? 那是因为开水内的水分子剧烈运动,当你的手处碰到这些剧烈运动的水分子后,就会吸收它们的动能。 导致手中的分子运动程度增大,并且刺激到神经,并感受到了烫。 那么最低温度,在理论上就是把微观粒子的运动程度降到最低。 理论上最低的温度,就是没有物质运动,没有辐射的地方,这就是理论上的绝对零度。 不过宇宙中不存在这样的地方。 宇宙空间本来就充满着各种电磁波,即便在黑暗的地方,或多或少还是残留着电磁波的。 电磁波就具有能量,这些能量就是温度的体现。 如果宇宙中存在某一空间,并且完全真空,不存在任何光子。 那么这一空间的温度,就是绝对零度吗? 答案当然不是,因为宇宙真空还存在狄拉克之海。 也就是说真空不断产生正反粒子对,并迅速湮灭,这就导致真空并不空,依旧存在着物质的运动。 除此之外,在普朗克长度级别上,时空并不平缓了,并且存在量子泡沫,并伴随着能量的改变。 没有哪一片真空虚域,完全脱离物质的存在。 所以实际上,真实世界的最低温度,只能无限逼近绝对零度,而不能达到这一数值。 我们也可以根据德布罗伊的物质波,了解绝对零度。 我们知道物质都是玻璃二象性的。 当然这也包括宏观物体,只不过玻璃二象性,在宏观世界极其不显著罢了。 按照理论,物质温度越低,其物质波波长就长,物质就更倾向于波,而远离粒子性。 如果物质的温度不断降低,那么粒子之间的物质波,就长到可以大部分重叠了,这时候物质的粒子性就渐行渐远。 粒子性地不断消退,意味着物质的运动程度越慢越低。 理论上,物质的最低运动程度,就是玻璃二象性完全变成波,而放逝粒子性。 但这是不可能的实现的。 就相当往一个体积无限大的盘中,先放入一升水,并滴入一滴墨,起初墨水的浓度还是比较显著的。 可是随着不断往水盆中加水,只会导致墨水浓度越来越低,墨的存在基本就察觉不到了,就好像物质的粒子性,随着波长的增长而很难察觉到。 但这不代表这盆水的墨水浓度为零。 同理,物质波长很长不代表粒子性就没有了。 所以,绝对零度是达不到的。 宇宙最高就是让微观粒子的运动剧烈程度达到最大值。 通俗一点说,也就是把微观粒子的质量,先划分为无数个无穷小量,类似于微积分的概念。 每个无穷小的质量,以宇宙中最高的速度光速运动。 这样一来,也就是微观粒子能达到的最大运动程度。 根据普朗克的温度公式TP,C5J,公式中为约化普朗克常数,K为波尔兹曼常数,G为引力常数,C为光速。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来,引入光速就是确保物质的最大运动程度。 普朗克温度大约是1.416808,乘以10的32次方K。K为绝对温标。 开式温度与摄氏温度的换算相差一个绝对零度。 譬如0K等于-273.15,1K等于-272.15,1000K等于726.85。 所以普朗克温度换算摄氏度大约为1.41111摄氏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